大家好,我是大亮,我是一名环球旅行博主 今天我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啊 因为受邀来到了中国首届乡村铁人三项公开赛的赛场 2024年铁人三项在我们中国西水举办啊 也就是我的家乡 这里是位于我们西水县白莲河三角山区域内啊 你看这里青山日水啊 看这边 云雾缭绕啊,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这个铁人三项是一项综合类项目啊 是指游泳,然后骑自行车,跑步,三项运动综合起来 所以需要参赛运动员,需要铁人般的抑制和体魄啊 所以被称之为铁人三项 那这个是我们文理局的书记啊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书记好 好好好,大亮 这就是后天的开幕式的这个主会场 那么就是我们游泳的这个比赛的赛道就在这里 是0.75公里一圈 就是全程是两圈,1.5公里 自行车赛道就在这边 从大地上上去 那么就是环绕着这个丁山半岛 丁山半岛一圈是8公里 我们五圈就是40公里 这是标准的就是铁山的 40公里 还有就是这边呢,那就是我们的就是刨步的路线 刨步的路线呢就是10公里 这就是我们的就是这整座赛程是一个标准的铁山的赛道 这次咱们铁山山下有哪些特色 这个我们这个铁山山下比赛呀 是全国的首届乡村的铁山山下 我们与城市的铁山山下不同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比赛呀 这个参与的运动员特别多 他是首次实行抽签的实行 就是对运动员的进行就是抽签的 那么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比赛呀 是第一次是在水上举办开幕式的铁山山下比赛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参加的名人运动员呢比较多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铁山山下的协会的副主席张健 哇厉害 张健他是我们国家呢 弘渡穷州海峡的第一人 他是两天两夜弘渡160公里 还有两位世界奥运会的世界冠军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亚洲的 也是我们中国的就是铁山山下第一人 苗浩 哇 苗浩亲自参赛 苗浩亲自参赛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有幸今天邀请你到我们的铁山山比赛的现场 非常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 谢谢 欢迎大家伙来我们西水泽客 欢迎大家 欢迎